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施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榮青先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 上星期我們有提及金 結果這星期金額不差 最新我們剛剛看 好像去到178 差不多40多 應該近最近的高位 差一點 178 167 我覺得這個高位如果有突破 就有機會挑戰歷史高位 歷史高位 現在就有個好像M型的 如果升破歷史高位 好像雙頂 但是如果升破 就一直還有很多想 如果看過形勢 應該是預備蓄勢待發 是 一個新的大牛市開始 當然 變數都有 但是 從現在 例如美國 萬人銀子 利息又跌 變成了持根成本 低很多 是 投資 投資 股市 基本上我都看好 主要因為資金充裕 但是股市始終 實體經濟不好 對它也有些壓力 而當 亂印銀子的時候 黃金 我認為 都可以看高一籌 所以我的投資比重之中 金的比例 之前也有提升 剛剛這個星期 股票市場 不太動作 回落了 今天就收2萬3千8000左右 你又怎樣看 是否中美關係有些起伏 中美關係 我認為以後都不容易康復 因為美國已經定位 將中國看成一個威脅它的敵人 威脅它的敵人之中 以前日本也曾經威脅它 但起碼是 大家同一個系統 中國的政治體制 意識形態跟它不同 還要威脅它 所以一直打壓它 最多是有時會比較猛烈 有時如果太大力打它 影響自己的時候 又會緩和一下 我相信 打打停停 就不會懶頭懶計 不會去到 中美剛開始建交 進入蜜月期 因為當時美國要對付蘇聯 要扯中國 從蘇聯的圈子 當時叫社會主義陣營 挖出來 跟美國結盟 所以給了中國一些機會 加上後期 相信全球化 中國真的會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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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走 那段路 當時有WTO 現在已經看了你 不會走我的路 所以 最近有些消息 中國對香港也不利 譬如美國限制國內有一些政府關係比較大的基金 不准買中國股票 聯邦退休基金不准買中國股票 那裏也有四五十億美金 四五十億美金對市場不算大 但這個姿態一出來,會否令其他投資者集補 一般情況下,美國本來是標榜自由社會 投資應該是私人企業、個人、資本家有權選擇 這些是政府基金可以稱之外 非政府基金不可以稱之外 美國每天股票成交量四五十億美金 很少 但信息一出來,連香港也害怕 將來制約中國會去到甚麼程度 所以香港的市場也會震一震 這些是短期擺下姿態 為了選舉、選票造勢 還是有大規模? 大規模做對美國也相對 美國是金融中心 紐約做金融中心 如果政府說這樣,又不能賣掉那樣 又不能賣掉,又叫你清倉 怎樣做一個自由投資 被人選擇的金融中心 華爾街內也有人,有力量 會去挖掘他 說不要大過分 現在你是不是一棍打死他 你打不死他 我以後都不跟他做生意 未去到那麼盡 所以我認為 姿態有了 冷戰無可避免 但一下子就不會整死了 但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的公司還敢去美國上市 中概股很害怕 所以很大的情況 未必對香港不來 已經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可能來香港作第二上市 阿里巴巴回來就不錯 京東也回來香港 最大的都陸續回來 對香港有好處 當然,還要看全球的資金 究竟取態上是怎樣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扮演了這麼久的角色 要一下子抽走他 不容易 但現在香港內部矛盾 也不少 也有香港本土的人 為了進行政治鬥爭 或是跟中共對著肝 去美國遊說美國政府 又要檢討香港關係法 又要限制香港一些 扮演開的角色 要特殊角色 讓中共不可以借用香港 你一成功 不單止損害香港 我怕連自己也會損害 因為現在大陸相對開放 或者讓香港做資本主義道路 有一定的法治 一國兩制 最主要目的就是 他可以繼續借用香港 你都不讓他借用 他以前投書記氣 氣都被你打爛了 他就不投書記氣 因為他可能報仇 鑽舟這班人 就告你賣國 所以這個就是 這樣發展下去 對香港本身 他未必一定去到這樣的程度 但香港人 因為你不是碎美國 美國做的 美國不是為香港著想 為他自己的需要 所以你去美國做這些 送籌碼給美國和中國討價還價 但是本身這些行為 就是會傷害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作為一個貿易中心的地位 我們是需要全球化 因為我們是對外形經濟 要本土化 要壓抑香港的經濟發展 最終對香港政體沒有好處 所以香港現在的政治情況 都是有些引用 這些消息對股市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時不時就嚇你一下 但是去到一定程度 就會發現 有些事情要說 說也還有一堆留下 那些人就會安心一點 我自己看 貨幣寬鬆的情況下 資產價格 不會跌得去哪裡 壞消息出來 動兩動 但是最後 錢太多 又升了 我認為最終 落小升多 落小升多 就升上去的機會多 因為 你看美國發了那麼多債 會被人覺得很不電 那麼多債 有什麼辦法會令它增加呢 就是 資產上升值 我這麼多資產 發債有什麼所謂 等於 你曾經買回來100萬 跟銀行借了90萬 銀行都 搖骨 九成借了給你 一成就做負資產 借了90萬 借了那麼多錢 他說 不是呀 我現在的資產都升了 我的股市又升 我的債市又升 我的金又升 美國的企業很值錢 我發過幾萬億債 我的資產有幾十萬億 我樓又這麼多 地又這麼多 黃金又這麼多 你們不用怕 我發過一點債 所以 資產升值 會令到 拼命發債 合理化 安全化 這就是 美國金融中心 幫美國解決多少問題 不用做都搞定 香港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功能 我們金融中心 美國可能更好 遲些如果負利率 欠那麼多錢 還要不用付利息 真的 利息越來越低 一個就是借錢 成本低 如果將來變負利率 負利率很少 要省戶承擔 真的很大戶 你可能在瑞士開銀行 現在很多錢 你放進去 他都可能要收你一點 收續費 因為銀行都不要你這麼多錢 但是 一般就很少說 你賣債 要別人再付錢 你要這樣 別人寧願不賣 當然有時候 一些投資機構 譬如保險公司 他可能已經一組的 投資機構 決定多少要債 多少要估計 多少是甚麼資產 沒有所選擇 叫你買高息 你又怕跌 唯有買穩陣的 才有人購買負利率的債 但現在短期到期的債 已經貴過接近100% 或貴過100% 2021年 即是明年 美元的國債 期貨有部份已經負利率 當然都是一些比較短期的跡象 不過這件事可能對我們的投資很大影響 這些現象 其實香港的投資者 是未曾遇過的 所以我說 剛才說 美國的金融中心 正在幫助國家解決很多財政問題 經濟困難 香港的金融中心 其實金融中心都是賭博 投機性很強 但它的投機性 譬如美國正在扮演 幫美國政府解決很多 很關鍵的問題 國家任務 國家任務 香港暫時 我未看到香港如何扮演這些任務 扮演的其實現在 中國只是賺點錢 上市拿點錢 解決的問題 但以整體整個國家的策略部署方面 香港暫時的功能 我看都未曾發揮得好 發揮得好都是幫美國的 OK 最後了 馬拉斯先生 對股市的最新看法 是否還是要看好一點 我認為 趁回落的時候 可以補一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各位朋友 如果想多了解私基金 或認購私基金 記得去到以下網站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